台北數位藝術 台北數位藝術 從2006年開始 我們就舉辦台北數位藝術節 我們託到台北數位藝術節以後 我們還有一個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在市里部火龍那邊 我們也是委託數位藝術基金會來 那邊的一個定位是一個研發 一個實驗系 希望培養更多數位藝術的年才 另外我們希望透過台北數位藝術節 能夠讓更多的市民了解數位藝術 同時能來接觸 大家一起來 然後能做一些角度推廣 那我想特別數位藝術節辦了十年 真的不容易 但是你真的要很謝謝我們的黃培術者 謝謝 謝謝他 希望大家一起來做一些 真的非常謝謝 今年的數位藝術節的主題是 創世紀 那大概有一百多件的作品 那剛剛主持人也介紹了 由吳建國基教授的作品 我昨天因為記者被我先看了一下 其中我覺得今年的最大的特色 它主要是 我不想公開 主要是在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 不管是藝術家 我們的視頻等等 大家一起來看這個 藝術節的展覽的時候 它可以有一個共創 一個學習 一個分享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那跟我們前幾年可能太一樣 也要謝謝執行長 那剛剛國基教授裡面 我們有介紹一個開放書 我昨天在那邊也特別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 我們次展覽的說明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我覺得它是等一個 我們不見得這樣專業的建築師 你才能來設計建築物 建築這個房子 只要透過科技 我們一般的市民 我自己可能要學習一下 就可以透過科技 可能是在兩個禮拜內 就可以把這個房子 可以把它完成 所以那現在那個作品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它其實這樣 這還沒有完成的 希望我們的市民 大家在這個藝術節期間 大家一起共創 把它完成一個作品 而且我聽信長說 我們還要做一個公益 可能要送到我們新庭的一個小學 讓那個歷兵的學生 可以看美菜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那另外我們今年 還有一些社會人文的議題 同時我們還跟 就算是跟我們 美國頂科技藝術獎 也是十年來 剛好兩個都十年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走過來 然後我們會持續的合作 也是跟他們一起有回顧展 另外剛剛也介紹了 我們有跟這個 法國的電子樂節 還有我們歷史的 一個國際聲音樂節等等 大家一起合作 做成事文化交流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感謝 要謝謝大家十年了 希望大家持續的 繼續的支持 文化局 跟我們的房子清掌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來推動我們的數位移師 台灣的社會 看似紛擾擾 但是孔子也代表 我們有非常自由的環境 可以讓我們表述不同的意見 也有非常自由的環境 可以讓我們把我們的想法 付足實現 每一個角落 每一次都看到 我們民進的下一代 這個散發非常大的能量 就是說這個 到處都有很多很多的果種 然後這個火苗呢 可以看到 已經快要聚成一個大火炬 也非常確信 我們的下一代一定可以讓全世界看到 我在想說我們上一代製造業 有台積電 有這個 這個洪海 我們期待 我們的下一代 絕對不會輸 這個我們上一代的這個企業家 那在行政院呢 我們也非常重視這個創新創意 所以我們有一個創造匯報 這個院長說這個是 目前行政院動員最多政務委員 總共有五位政務委員 那個創院長帶頭 然後我們由胡偉政委 負責在推動這個創新創業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也是 我們非常這個重要的一個領域 就是藝術跟科技 來結合MAKER 那另外 我們還有這個VMAKER 就是MAKE MOVEMENT 也是由這個行政院帶頭在推 那我們現在有六部這個TRACK 六部卡車 六部FAT TRUCK 在全台灣北中南東跑 總共到明年我們要跑五百個高職跟高中 目前已經跑了快一代價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MAKER的能量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VMAKER的TRACK 可以讓我們的MAKER這個能量聚集更多 那總而言之我覺得MAKER 是我們台灣這個非常重要的能量 其實我們上一代就已經是MAKER 所以我說上一代叫MAKER5.0 我們下一代 我們現在是Going to MAKER2.0 讓我們一起 Make anything Make the world happier 謝謝 十年是一個不算短的日子 它是一個階段的結束 也是另外一個階段的開始 那說謂藝術是最緊扣著當代科技文化的眼鏡 以追扣著這個眼鏡而產生的一種藝術形式 那可能是這個形式並不是一般人對藝術的想像這麼靠近 所以十年來在台灣推廣所有藝術其實並不是這麼的順暢 但是這十年雖然大家在各界的幫忙之下有很大的進展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未來十年還可以有更多的努力 就是讓數位藝術能夠更普遍的甚至人心 對整個文化的發展有更大的幫助 那十年來數位藝術節成為一個平台 它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與世界接軌 跟國際對話的一個最重要的窗口平台 那它也成為台灣年輕的數位藝術家表現 或是可以發生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這一個匯集的能量不可小覷 我們可以在下個十年我相信一定可以看到 非常蓬勃的一個程度 總過第十年真的是一件 在一開始從來例如閃高的資產 我記得計畫的一開始是因為我在中央大學 然後我們一個國底博書館 然後萬教授跟我提說 你國底你在生前 除了他本身代表科技發展科技以外 他也非常重視人物 那我們就想說應該有一個獎 用他的名字 我們就是要鼓勵藝術跟科技能夠結合 那這十年來一直在贊助我們支持我們的 是原來的國科會現在的科技 我們有三個主要的領域 一個是互動科技 一個是動畫 還有一個是遊戲 所以我們有好幾位這方面的專家 來做協中體質的 那有這個許豬豬院長 有徐道義教授 還有是昌傑教授他們在附上 另外我們也有好幾家企業 非常感謝他們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走到今天 所以我們今年跟去年還有前年 就有好幾個獎 就不是由科技部出錢 因為科技部要求 我們必須逐年減少預算 包括正美 回去跟徐部長講一下說 不能再減 因為我們已經在貼錢了 所以再減的話就辦個下去了 大家鼓勵一下好不好 那我非常感謝支持我們這個獎項 襲擊動畫剛才有介紹 邱總監還有這個大宇資訊 還有這個資管 那就是靠你們的幫助 所以我們的獎金有著落 那但是無論如何 更感謝的是這麼多人的支持 尤其感謝的是這麼多學生 在老師的鼓勵之下 能夠提出他們非常好的作品 來參與我們的比賽 那當然整個台北豬衛星節 不限年齡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我們第三天開始 就跟台北豬衛星節合辦 所以我們要非常感謝 文化羽長久以來的支持 而且我們給這預算很少的容忍 可是呢 我們的學生的作品 能夠在這樣的殿堂展出 對他們之莫大的喜 所以非常謝謝王先生 我也跟大家報告 現在我們的學生如果要身體研究 或者是要出國羅學 得過這個獎 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天 它是可以被認可的一個重要的資歷 那最後呢還是要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幫忙 共襄盛舉 讓這個獎能夠繼續不斷下去 讓我們未來學生 大學生能夠有更多的人才 願意投入這個行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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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